这一集是原青男片的完结,下面将是更加精彩的亮坤片 大天二、山鸡、大头等人也将陆续登场 望喜欢的朋友们点赞关注支持 上集讲到,原青男身中致命一道,又与丽花正人死命互搏多时 此时,手中紧握的花炮竟然掉落 众人知道他已发狂,阵于他的气势 近在支持的丁才炮,竟然无人感动 阿喜却不知深浅,不过浩南劝阻,飞身抢夺 当近距离,看到原青男猙獰的脸庞,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果然,只见原青男怒吼一声,抓住光头,一招便要了阿喜的性命 浩南见兄弟惨死,流着眼泪,给自己也套上了红buff 口中发出原始味道的咆哮,冲向原青男 狂风暴雨般的攻击,砸向对方 面对原青男,力道十足的拳头 浩南被打得昏迷,但浩南混迹江湖多年 赖以成兵的绝技,就是死战不退 战役爆棚着他,忍着剧痛,竟然又站了起来 得到了一众香港同道的喝彩 可双方还是有明显差距 不多时,浩南又被打得节节败退 眼见就要命丧当场 小结巴突然赶来,替浩南挡下了知名一击 原来小结巴醒来后不见浩南,担心爱人的安危 便急忙赶来,正好看着浩南危难 不羁多想,挺身而出 浩南抱起小结巴,泪流不止 原青男的接连暴行,已惹了重弩 众人将他团团围住,准备围攻 丽花此时再次上场 充满全身力气的一拳 重重原青男受伤的腹部 自己也在对方的攻击下倒地不起 原青男身受重伤,力战多时 早已蹬呼又近 面对丽花重重的一击 眼中透着难以置信的表情 不管多么不甘心 他还是倒下了 一代传奇枭雄原青男命丧香港 山河祖吞命香港的计划 也随着他的倒下落空